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我是公子沈 有一条消息值得海外华人关注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美籍华裔学者 他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刑成立 而这个罪行最高可以被判处25年监禁 那这位所谓的华裔学者 他的名字叫王淑君 他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 后来在青岛社科院工作 后来他到美国来 那这个人在过去成立过一个基金会 叫做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 并担任秘书长 就是他一直在海外作为一个民运领袖 跟其他的民运人士一起来推动 中国的自由民主反对共产党 他曾经还出版过很多本著作 都是关于历史方面的 结果在2022年被美国当局起诉 报道当中说 王淑君长期的暗中为共产党的国家安全部工作 搜集海外从事民主运动人员的身份信息 FBI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曾经发现王淑君在2019年还带了一份名单回到中国 这个名单上有众多民运人士的姓名电话和其他私人资料 其中就包括香港的民运人士前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的好友 我们看美国联邦检察官在声明当中说起诉书和间谍小说的情节没有差别 证据真实的令人震惊 说王淑君冒充知名学者民主组织的创办人有意识的背叛那些尊重和信任他的人 说被告的可耻行为被揭发之后他还向联邦执法部门撒谎 而今天的判决揭露了他的罪行真相面临后果 根据法庭文件和他本人的自述 实际上FBI对他已经监控了超过五年时间 终有一天决定捅破那层窗户纸 那么据说当时有一位卧底的FBI特工就来敲他们家的房门 对方一开始以为是除草工人 接着他说我为中国的公安部门工作 是老板派我来找你的 然后王淑君就隔着门问说哪个老板呢 然后他说贺丰 王淑君一听就打开了门 而这个所谓贺丰正是中共广东省国安部门的一个主任 然后王淑君就邀请这个卧底特工进来 然后这个卧底特工呢自称是贺均派他来的 虽然他其实是FBI的人 他说中文普通话 接着呢就跟王淑君有一个对话并且全部录音 这王淑君就跟这个特工说了 曾经与中国的这些国安人员进行会面定期交流 然后这个特工呢还警告王淑君说 现在美国FBI已经盯上你了 然后王淑君就问说那怎么办呢 对方就说我可以帮你删除所有跟国安来往的证据 起诉书就说了 王淑君当时就把自己的电子邮件的账户给交出来 让他帮忙删除一些敏感的内容 这一幕发生在2021年 但是其实在此之前就是2017年的时候 FBI就已经找上王淑君了 但是王淑君失口否认 FBI就很怀疑说你既然是反对共产党 在海外搞民运这些活动 你怎么能够非常自由的能够出入中国呢 然后对方就说我不是反共 我只是追求民主 纪念赵紫阳胡耀邦的基金会本身就是这个 赵紫阳胡耀邦可都是共产党的人 对不对 他为啥纪念共产党的人呢 所以他不是反共 他只是希望改革 希望能够民主化 FBI当时就走了 但实际上当时已经萌生了 要调查他的念头 而且在两年之后 2019年的时候 在纽约肯内地国际机场 当时特工就把王淑君给抓了 他当时刚从中国回来 然后行李被扣留 对方警告他 说不要做虚假陈述 然后他再一次撒谎 说自己跟国安没有任何联系 你们随便搜吧 我不在乎你搜查什么东西 后续的这五年时间 就一直他进行监控 果然找到了他的把柄 搜到了证据 根据检察官的论述 至少从2011年以来 王淑君就接受了中共国安的指令 在美国监视民运人士和组织 并且将敏感和非公开的信息 交给中国的国安人员 成为本案的五个被告之一 另外四人就是指相关的国安人员 这个判决是由六人组成的一个陪审团 决定的 其中有三个人还会说普通话 经过六个小时讨论之后 判决他有罪 一个罪行是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但是没有登记 还有向联邦政府提供虚假陈述 以及搜集其他个人信息等三项罪名 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参加 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民运组织了吧 就是你不知道谁可能会去私下里搜集你的材料 共产党的手无处不在 你随时被监控 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收了钱 是不是为共产党办事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国家安全部去控制海外的民运人士 易如反掌 为什么 因为海外民运人士基本上 他要生存的话 需要依靠资助 那么这个资助有可能是来自美国联邦政府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捐助 当大家要依靠外部资金力量的时候 那么很有可能有些人为了贪财 就会做这类的事情 其实王书记这个人过去就闹过一些风波 就引起很多人的质疑 比方说他曾经出版了张学良的传记 结果这个传记内容 大部分是抄字 他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纲借的 他说我借过来去研究一下 结果他背着唐德纲 把这个唐德纲对张学良的采访内容 给出版成书了 从这件事情就反映出非常不地道 这个人的人品是有问题的 很明显他是贪财 唐德纲帮助他来到美国 去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人员 而且还信任他 把他对张学良的采访的内容 给到王书军 谁想到王书军背后 居然把这个书给出版了 这个版权是在唐德纲 而且你也没经过张学良 也没经过唐德纲的授权 你就把这个人家私下谈话内容 给出版成书 变成你自己的书 而且这书里面还有大量内容 是抄字别的书籍 然后还被了其他的作者给告了 当时在中国就判王书军败诉 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就冲着一件事 你就不会想跟他做朋友 你就不会想跟他接触 这个人品的问题 它不是说政治立场的问题 政治立场的人相似的 大有人在 能不能做朋友 能不能值得信任 要看他人品怎么样 很明显这个人不行了 然后他自称是反共人士 然后却纪念共产党的领袖 胡耀邦跟赵紫阳改良派 是吧 就是希望共产党 不向习近平的这个支撑方向 而是向过去 这个胡耀邦跟赵紫阳的 这个方向 可是胡耀邦赵紫阳 为什么能够坐上这个位置 难道不是背后 邓小平把他提拔上来的吗 他们只是在邓小平的麾下 去承担一定的责任 作为一个技术官僚 然后他们做的工作 让邓小平不满意 把他们革职 如果你纪念他们 意味着你是希望共产党 继续变好 那也就是你仍然承认 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权利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反共的话 或者真正的支持自由和民主的话 是应该否定共产党在中国 拥有执政的合法性 那么也不会去纪念 在这个共产党当中的一些 比较倾向于自由民主的人士 他们能够让大家觉得还不错 是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全靠同行的衬托 把他们衬托出来 他们有更先进的 或者更西化的思想 但是不代表 他们是值得被拥护的 更何况在习近平时代 去纪念以前的共产党领袖 变得越来越可笑了 很明显共产党是不可能继续改洋 继续的改革下去 如果你还抱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就像当年大清帝国灭亡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保皇派 你要保光绪 认为光绪是改革 慈禧是坏的 你要支持光绪推翻慈禧 在一开始 也许你觉得有机会 可是现在呢 你现在这么说 那不是很可笑的吗 那我就很可能怀疑 你是打着保皇派的招牌 实际上目的是反对革命派 还是要维护大清的统治 这个时候又让我想到了 托克维尔的那句话 就是人们看似是热爱自由 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这句话当中提到的 热爱自由和痛恨主子 这是两个概念 热爱自由是否定一切主子 我不要主子 而痛恨主子 只是痛恨现在这个主子 别只换了个主子 你就不痛恨了 你就支持了 这并不是真正的热爱自由 拥抱自由 这就为什么我在做公子时评节目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提到了 我说很多人并不是反对共产党 而是他们反对现在的共产党 个人利益受损 所以反对现在的共产党 如果换一个另外的共产党 他们可能就不反对了 或者说他们反对共产党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既得利 如果让他们做了既得利 那么他们可能会拥抱这个独裁体制 思考问题要有很多的层次 不是说只要反对共产党的 都是支持自由民主的 不是这么回事 像王书军这样的案例 就在我们眼前 而且一个接一个 如果一个这样资历深厚 在民运圈里边的前辈人物 有人说他是民运老将 都在私下替中国的国安部工作这么多年 可想而知 后面还有多少人 当你看到一个蟑螂的时候 不要惊慌 因为这说明背后还藏着成千上万只蟑螂 所以我们去衡量这些海外的民运人士 比较有名望的公众人物 他们是不是潜在的 中共的间谍也好 或者现人也罢 我觉得有几个衡量标准 一个就是你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他如果只是单纯的发表一些言论 表达一些个人看法 这个只是最初级的 肯定比粉红强 他至少敢于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但是对共产党杀伤力基本为零 然后再往一层就看他到底继续做了哪些事情 比如说营救了某些人 帮助了一些异见人士 至少是有些实在的成绩 还有更高一层的 就是推动了其他国家的法案 就是游说外国的政府 达到这个层次 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是被中共收买的了 因为中共不可能收买他们 做这些事情对自己严重不利的事情 大多数如果被揪出来的是中共的线人间谍 基本上就是刷嘴炮的 基本没有什么成本 然后混到这个圈子当中 再替共产党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还是一句话 不要看他说什么 要看他做什么 当然我不是说 所有刷嘴炮的人都是共产党间谍 OK当然不是 我自己就刷嘴炮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 就是嘴上骂共产党骂的多凶 但是不一定真正的理解 自由和民主的真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互联标准 就是你看他是单打独斗 还是参加组织 因为如果是像我这样单打独斗 共产党统战我渗透 我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帮不了什么忙 我最多就是不骂他们了 或者是骂的轻一点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如果我是参与组织了 那么只要有任何的组织 就必然会有中共的渗透 这个是毫无疑问 他就是以渗透其他组织起家的 对吧 当年渗透国民政府 任何的民间组织 或者是媒体 或者是军队 只要有组织 就有共产党的渗透 所以要看他是参与组织的人 还是自己单打独斗的人 如果是单打独斗的人 这个被渗透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统战价值不高 除非是足够影响力的 那么从这个嘴炮当中 从他讲的话当中 也可以看出他是不是充当了大外宣 但是这还是最次要层面的 最边缘的手段 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手段 就是渗透到这些组织 然后再重要的手段 那就是窃取技术 影响这些政府的施政 和政策的制定 这些才是最高层面的 而这些层面呢 是我们普通社会的普通人 所接触不到的了 因为他可以直接的收买 比如说一些参议员 众议员 对吧 因为觉得他们有可能当上州长 当上总统 通过美人计 通过这种方式 以前我也讲过 类似的案件 对吧 通过这种方式来渗透 这是培养这些当地的政客 不管是在美国 在澳洲 甚至包括我们加拿大 都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契机技术 就是千人计划 就是在海外 这些研究机构的 华裔的研究员 其实不光是华裔 包括之前哈佛大学的 化学系主任 也是利用他们 来获取西方的技术 这才是最高层面的 因为在今天的国际层面 不是谁喊的声音更大 谁的调门更高 谁就能赢 关键还是看实力 而实力来自于技术 来自于创新 中国没有创新的土壤 没有资本流动 或法治的基础 所以说他只能靠偷 用这种方式来获得 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 那好 这件事情讲完之后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事情 是在台湾 我看到有台湾的媒体报道说 金门县的议会 他们有两个组织 叫跨党派 问政联盟和五党级联盟 召集了所有的民代 召开会议 那么希望中央重视地方兴建 金下大桥 以及设立非军事区的倡议 并且用最快的速度将联署出达到立法院和行政院 但目前民进党立委和学者都持反对意见 表示里岛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防御边界 应从国安层次做整体考量 我看到有人评论就说 乌克兰东部就是这样一步步沦陷的 乌克兰东部是不是能够跟台湾的离岛作为一个对比 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金门县的议会有这样的势力 想要把金门从台湾分裂出去 更靠近大陆 跟中国去进行更紧密的融合 在经济上 在文化上 在这些技术建设上面 金下大桥就是厦门到金门 建设这个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行 所以说他们现在在向中央政府施压 其实对民进党政府来讲 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尴尬 尴尬之处就在于 金门因为它是离岛 距离台湾太远 距离中国太近 因为金门人跟中国距离太近了 受到影响太大了 所以说他们大多数人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并没有台湾的情节在 而且中共对金门的统战渗透 已经无处不在 甚至金门也要依靠这些地方给它输血 比如说柳油业 所以金门在保障台湾主权问题上 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那怎么来保护 如果中共发动战争 基本上迅速可以拿下金门 这一点 我觉得就算是支持台湾的朋友 都应该承认 只要你有足够的理性的话 其实我也看到了 不仅是台湾的官员 包括美国的官员 最近都在讲 如果中国想并吞台湾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步一定是拿下离岛 现在这已经是 我看可能台湾官方和美国情报界的共识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之前我曾经分析过 就是占领离岛的容易 而且不会有美军的介入 迅速解决问题 而且离岛的人民又会加到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因为他已经早就做好铺垫了 整个的台湾金门的 从政界到整个所有人 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共产党的 所以说只要解决掉在离岛的国军 就轻松的可以占领离岛 他占领离岛之后 实际上就是朝着国家统一大业更进了一步 可以缓解他内部经济危机 这个是我的看法 当然你说能看见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但是至少大家欢呼雀业 至少能够让中国的粉红们高兴的守护阻岛 现在解放了金门 太棒了 我们第一步胜利了 解放整个台湾岛 持日可待 他们会很欢呼 会很支持共产党 这共产党在危机关头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对民进党政府来讲的话 两大问题 一 如果中国军事入侵 金门守不住 二 你没有军事入侵 现在金门已经可以说丢掉了大半部分了 就是整个地区已经被中国全面同战 你看看这些金门的政府 议会的议员 都是什么表态 他们的政治认同是什么 就可以看得出来 相当一部分已经被收买 所以说文的你守不住 武的你也守不住 然后你又不能够说我不守 不能够丢掉这个地方 因为他是主权的一部分 所以就很尴尬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千万元他自认为台湾的金门已经是可以收入囊中了 但是他没有走出那一步 是还没有到那个有这个需求 只要上门一声令下 他就可以拿下 所以说他现在目前做的事情就是慢慢的推动 到时候更好拿下 所以说现在连这个金下大桥 把这些项目都在台湾的这个金门先接受 现在金门很明显已经接受了 甚至先要向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去施压 要建设这样的大桥 要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更贴近中国 跟中国有更紧密的联系 那基本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想要实现金门实质性的回归 或者实质性的通一 今天台湾是实质性的独立 他只是名义上自称中华民国 没有改变这个国号 但是实质上他已经实现了台湾的独立 金门是名义上他是台湾的一部分 归于这个今天的在台北的中央政府管 但是在实质上他却已经被中国统一了 台北对金门的控制其实是很脆弱的 所以对台湾政府来讲 在这个离岛问题上有点头疼 离岛蠢蠢欲动 天天的搞事 试图推进和中国的统一 这种统一不是政治上的统一 是在其他方面统一 因为政治上统一其实是最后一步 也很轻松可以达到 只要前面的铺垫都做好 所以说现在这铺垫 现在基本都快完成了 想把这个基础设施一建好 基本上就是指日可待了 所以台湾政府如何的应对 这是个难题 那当然了也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对台湾政府来讲 离岛是一个保护 这个保护不是军事上的保护 我就认为军事上的价值并不大 把离岛占了之后 这个释放出的一个政治信号 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中国要吞并台湾了 已经发动了战争 虽然他的战争还没有达到台湾本土 但是他已经发动战争了 这已经给全世界输送了一个信号 全世界都开始要对中国进行制裁 美军要介入 日本要介入 对吧 那其实是可以提前保护台湾 提前让全世界动起来 这也是一个好处 对于台湾来讲 算是一种保护 所以最可能入境就是 如果中国真的要不得不去发动战争的时候 他肯定会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 当然今天他在使用的 是通过渗透和统战的方式 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让台湾人民内乱 然后颠覆台湾的民选政府 最后选出他的代理人 这样的话台湾可以不战而降 这是他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又实现了统一 然后又不用付出任何成本 可是这一点 现在被台湾的有识知识们 防止这种可能性发生 所以这一条路他走不通 他下面怎么做 他就是通过武力方式的话 那么引起太多的争议 那么他打台湾 打台湾北岛 他付出太大的代价 他现在做不到 但是打金文 他至少还可以完成 至少他还能够对内有个交代 那么这个就有可能 未来是共产党在危机关头 会使用的一个办法 而这个办法 当他使用了之后 确实金门 金门朋友们 求人得人 但是对于台湾政府来讲 大多数台湾人来讲 全世界看清了中共的嘴脸 你现在居然发动了战争 和国军正面对战 那么好了 可以全面的开始进行防御措施 然后开始应对中国未来 可能对台湾本岛的袭击 全世界也开始对中国进行 全面的制裁 美日介入 基本上可以保证台湾的安全 而中国可能还没有到 真正的对台湾本岛 甚至是对美日基地 发动袭击的时候 内部就已经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就分崩离析了 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发生 那就在这种情况不发生 最后跟美日台 直接作战 成为整个北约 甚至全球的敌人 那么下场 一定不会比俄罗斯更好 所以我们总结 或者是预言 未来最可能发生的 就是台湾 是不可能被中国所同意的 台湾的自由民主 能够得到保障 但同时 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而这个代价 首先第一就是金门 第二就是可能会有战火 被引向台湾本岛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终台湾能够守住 当台湾守住的时候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时候了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欢迎大家减低订阅这个频道 别忘了点赞 评论 转发 为这个话题 未来我们还有很多 可以探讨的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些孩子从出生就面对一辈子的艰辛 是一辈子都需要被照顾的 这里的老师们也都很辛苦 每年背负超过69万人次 庞大的服务量 陪伴无数家庭 跨越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命障碍 他们不一样 但值得一样认真的你支持 不一样的认真 育成社会福利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